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了很受欢迎的食物 而我们这位有着温柔歌声 很会自弹自唱的男主角 在台湾帮他完成了一半梦想 就是娶了太太 有了小孩之后 他试着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完成他的另外一半梦想 就是成家之后 希望可以立业 这种汉堡 对 对 你要喝好披萨吗 好 喝好 OK 你先做一下 我先拿一下小汉堡 好 OK 一个月前 来自法国的江顺兴 踩在板桥的小巷洞里 一个小小的窗口 开始他的外卖披萨 他只卖一样东西 就是完全手工制作的披萨 几年前 江顺兴开始跟意大利老师傅 学做披萨 在老师傅鼓励下 江顺兴决定自行创业 他很清楚地知道 口味必须迎合市场 我感到愉快 我试着提供的高质 我试着想到的食材 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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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着改变一些食材 为客户参与 我不能做什么 100%欧洲的 这会有点 问江顺兴 怎么定位他的披萨 他总是说 不是拿破里 也不算是罗马市 不过顾客倒认为 这就是法式披萨 我们知道披萨其实是意大利的 但是老板是法国人 所以说法国人做意大利的东西 他一定有法国的风味在里面 所以说我当初都问他的洋菇 他说洋菇 因为台湾洋菇是容易受潮 所以烤的时候会出水 所以他坚持从法国去进口 他们法国的洋菇 江顺兴的努力 顾客看到了 即使必须等待八分钟的烤炉时间 在这个人潮不多的小巷里 已经有回头客 有的客人来自边 说 我听说你的洋菇是很好吃 所以我来试试看 OK 谢谢 我一定高兴 因为有的人说 好吃 不错 我一定觉得 OK 我可以 所以它是一个鼓励 除了忙着开店 和研发新菜单 江顺兴其余的心思 都放在他的前世小情人 一岁七个月的女儿身上 32岁的江顺兴 和台湾老婆杨巧之 在一起12年 感情依旧甜蜜 谈到当初的一见钟情 江顺兴的回答很法国 很浪漫的答案 却有很老派的执着 中文不好的江顺兴 对于婚姻的承诺 翻译过来应该就是 执子之首 与子接老 从最初 当我把这线的执子 是为了生命 任何事 即使是不错 还是不错 是为了生命 所以我试图 这就是我的目标 这是我执行 当我说对 我把这线执子 把这线执子 执着 就是这样 他从小渴望 有自己的家庭 20岁那年 遇到前往法国游学的杨巧之 作为彼此的初恋 他们交往两年后 就决定结婚 这是我的目标 从小渴望 我的目标 是有一个家庭 一个女生 一个女生 我试图 是真的 一个女生 一个小妻 和我做的工作 而且更好是我現在的老闆 是我的老闆 所以這就是我的想法最順暢 L M N O P OK Q R S T U V W X Y 但現實不是童話故事 夢想也必須有經濟的支援 法國不景氣 他們決定回到台灣 中文不通的情況下 江順欣的謀直之路更加困難 在美國的情況下 現在的情況下 不是很簡單 找到工作 所以這不是很困難 但是現在的幾億的法國 現在的困難 似乎是生命 這就是這樣 這就是為了我 我必須找到一個解決 因為我不能這樣 江順欣來台 一開始當過兒童法語老師 卻遇上學校倒閉 也因為彈的一首好吉他 想過組樂團 不過團員間理念不合 最後解散 到餐廳當廚師 卻面臨語言溝通的困難 八年來江順欣的路走得辛苦 還好太太楊巧之 總是一直默默支持她 因為他外國人來這邊 其實他要在這邊工作 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去找工作 或是說你要去做一個 去創業或什麼的 其實那是一個很困難 那所以 除了這個 讓我們在生活上 有時候會說 我們在這邊 如果我們沒有什麼事情做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回去法國 或幹嘛 或是錯了這個東西 其他之外 其實各方面 其實他做得比我好 對 他以老公的角色 以爸的角色他做得很好 既然做得好 問楊巧之老公浪漫嗎 他想了很久 想不出個答案 卻淡淡地說 生活不富裕 不過相處十二年 花和禮物沒少過 就是送花或送禮物 這個他都會 這些他都會做 到現在還會送花 都會 都會 就是一般人想到說 法國人他 法式的浪漫 然後他對老婆很欺欺欺欺 很體貼 已經讓我覺得 這好像是他們基本的 是融物生活的 他就是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對 我已經被他有點 灌壞掉了這樣子 工作不順遂 但張順心卻強烈感受到 台灣人對他的友善和溫暖 他們都很傻 他們都很傻 我認為我們在美國 在美國 我們太冷了 我們太冷了 我到那裡 我到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其他人在那裡 其他人在那裡 你問他幫忙 他來 這不是 不是 不 是自然的 他來自然 他幫忙 他沒有回答 小鴨好不好 小鴨嗎 小鴨 小鴨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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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不是說 你要放馬 我給你 來 也因此 江順心只能用他的方法 來回報這些好鄰居 像是舉辦免費的社區活動 讓鄰居小朋友們 自己動手做披薩 也順便 學學法文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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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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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江順心認為 讓孩子親手做披薩 遇教於樂 乾脆順便教教法文 不過顯然法文的發音 對這些孩子來說 實在有點難 小朋友不會馬上講法文的很好 不可能 可是放東西在披薩上面 在披薩上面 不太容易 就是你看 你睡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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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法文比起來 孩子們似乎覺得 做披薩真的容易多了 現在我們一起做一個披薩 OK OK 所以 慢慢來 OK OK 用手抓著食物 在圓圓的麵皮上 擺放著喜歡的食材 江順心還有耐心的 終於把孩子們搞定 披薩也一個個送進烤箱裡 披薩來了 好 這是你的 還這是你的 謝謝 看到自己親手完成的披薩 孩子們都很開心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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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順心一臉笑意 看著小孩們吵鬧著吃披薩 在這個對他來說陌生的國度裡 這一刻 卻感到幸福 最重要的是 分享一刻的喜好 一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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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要小朋友 因為我們 我們在這個地方 其實附近很多鄰居 然後也很多 我們來這邊之後 其實很多婆婆媽媽 滿幫你 對你滿好的 然後 其實他們也可以來 舊社區的小巷弄裡 媽媽抱著女兒 吃著爸爸做的披薩 這是一家三口的小時光 小小的披薩 卻是江順心夢想的起點 沒有必須披薩 但至少我可以支持我家 為父母 為父母 我喜歡做的事情 這是我從小時候想過 我從小時候 我從小時候 所以今天 我考慮了我的想法 剛剛故事裡頭這對夫妻 其實滿有勇氣的 雖然他們聽起來 經歷過不少挫折 可是他們還是勇敢地 邁向圓夢之路 真的 圓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裡頭 短短講幾分鐘 背後是好幾千個日子的功夫 等一下要繼續分享一個故事 歡迎回到台灣是我家 能圓夢很好 可是您願意為夢想付出多少呢 接下來我們這位故事主角 他是從完全不會中文開始 一筆一畫來學 然後中學大學 中間曾經經歷大的肚子上課 期末考 跟他生小孩壯期等等考驗 不過六年時間 他還是拼到了碩士學位 還進一步圓了他從小當老師的夢 每個禮拜六的上午 來自越南的丁榮 都要到桃園喬愛國小上課 中間我回家練習好 那沒關係 今天我不會教這個 好那下個禮拜給大家 丁榮是老師 今天教的是身體各部位 老師什麼 大大這個 頭對不對 好這個呢 媽 媽是什麼 很好 這是國泰基金會主辦的 免費兒童越南語課程 台下可以看到 越南媽媽或台灣爸爸 帶著孩子來上課 丁榮生動的教學 給了他們很大的期望 誰要幫我介紹一下嗎 看完來 你好吧 這是我們班的博士 非常厲害 對不對 好你說 新早嗎 對 新早嗎 這是什麼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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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媽 媽 開心 很好玩 很好玩 你喜歡學越南話 喜歡 為什麼 因為越南話 回隊的時候 可以跟我外婆講越南話 你可以看到很多我們越南朋友 還有我們那個丁榮老師 嗯 她覺得很好 嗯 因為我想要帶我小孩來 多了解我們是那個國家的語言跟文化 就是對我們新移民的小孩來說 那是很好的課程 好那我們複習一下喔 那嘴巴叫什麼 苗 好 那牙齒呢 牙 那舌頭呢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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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嘴 都是可以 還有呢 那牙齒 對的丁榮 從小的夢想就是站在台上當老師 嫁來台灣十年後 終於完成他的夢想 主持這項計畫 同時也是社會學教授的王大修 一路走來給了丁榮不少幫助 像丁榮老師也就是我們計畫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就是 我們不認為我們嫁來台灣的新移民 她只能夠彩繪指甲 只能夠做越南春捲 我們是認為她跟我們台灣的人都是一樣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能力 那我們希望嫁來台灣的媽媽 如果在生完小孩照顧家庭的同時 她們能夠把她們會越南語言的這個本身的這個能力 能夠帶到學校 來 那這個叫做可愛的臉臉叫做 蜜 好蜜 好 當你頭痛的時候怎麼說 蜜蜜 要倒是什麼 OK 很好 好 那這個收張 為了檢討粵語教學的成效 王大修也跟著上課 而教授的收穫是 一年多來簡單粵語已經難不倒他 我是最不用功的學生 所以你在問答的時候 我有些都不記得 我要趕快看一下這個講義 這個是叫什麼 我會因為前兩個禮拜都沒有在複習 小朋友的表現都很優秀 他們學很快 但是你用的方法就是 很能夠用部位 然後再接他的練習 那練習之後 小朋友如果是我 我在想的時候 就會藉著同學回答 讓我不知道之後 我就知道那個詞了 所以這個方式是滿好的 就是那種不斷的練習 我認為是滿棒的 對照現在的自信 丁榮剛從越南嫁到台灣時 一句中文都不會 無法和先生家人溝通 也不敢自己出門 語言不好的話 沒有辦法跟家人溝通 數據沒有辦法跟別人溝通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會自己覺得很難過 然後會碰到很多挫折 對有時候會誤解別人 在講的那意思 對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來台灣一個禮拜 就要跟我老公說 你趕快去選那個找學校 讓我去念書 對我就受不了了 一年後 國小的國語班 已經無法滿足他 即便在越南 丁榮已經擁有高中學歷 他還是希望能體驗台灣的大學生活 只是要克服的事還不少 那在大學的時候 他很多專有名思 聽都會頭很痛啊 我說怎麼辦 然後我的家人當我唸 然後他說 你該不會是唸一寫級 就跑回來了吧 然後我那時候就真的 去上課就真的很痛苦 因為每天會聽不懂 然後頭很痛 然後就有時候想說 我想要好好呼吸 一口氣也不行 因為太累了 那順部就很悶啊 我就想這樣子怎麼辦啊 想說那現在回家 我要太丟臉了 因為我很曖昧子 然後我就放不下 然後想說 算了那就繼續唸 這樣 熬過痛苦的大一 丁榮說第二年之後 就如魚得水 也因為珍惜唸書的機會 儘管大富翩翩 他也堅持不請假 我肚子很大了 然後老師問說 要不要請假 我說沒有 然後那時候 我懷孕的時候 我老公也問我說 你要不要就是先班 那個修學一年 等聖神王再去上學 本來說 那天禮拜五 我要去考那個會計 然後跟老師約十點半 結果十點半就在 醫院生小孩 結果那個我就沒有過 因為我沒有寂寞考 對 我還記得很深刻 然後十點半的時候 老師答案 說你為什麼沒有來考試 我說我在生小孩 於十六年後 他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 和碩士學位 越來越有自信 也不再害怕人群 以前我在越南的時候 有一次去參加 我們老師的那個 博士的那個研討會 然後我就 我自己告訴我自己的 我至少要念到 碩士以上的學位 對 所以竟然有這麼好的機會 然後可以把我的夢想完成 我是非常開心 對 因為我那個鄰居 他就問我一句 他說 你家是很貧窮 應該明天什麼時候才來台灣嗎 你家有沒有燈 還是那個 那個點油 很久很久以前 那個 阿公阿媽那個時代那個燈 然後我就聽了才細算 然後就默默地走回去 跟我老公講 對 我老公說你不要理他 然後我想說我沒有理他 再跟你講 然後後來我就 就唸完大學 唸完研究所 他在看 我就不會這樣講了 不服輸的個性 成為鞭策他學習的動力 即使是一星期一次的 兒童越南語課程 他也不用既有素材 一定要自己編寫教材 不只當老師 丁蓉也接翻譯工作 和來台的越南勞工 因為工作成了好朋友 除了平常相約出遊 也為語言不太通的越南女生們 買買生活用品 沐浴乳 洗髮精 護髮 對還有面膜之類的 好很多 還有那個 就是他們有時候會吃一些零食 會幫他們買一些零食 然後他們也偷我幫他們買一些台灣的 是台灣的品牌 帶回去給他們的孩子吃 除了買東西 丁蓉的手機也不能關機 因為隨時要幫人解決疑難雜症 像他們今天不舒服就會緊 我會幫他們買藥 就是頭痛或是胃藥 或是眼要水之類 你一個人喔 怎麼了 拿著買好的東西和中文書 丁蓉趁著一星期兩天 到工廠進行翻譯工作前 拿來給越南同鄉 在台灣的話 中文非常的重要 然後我覺得這本書很不錯 然後我也看過 然後想要就買給他寫寫 因為他需要的是裡面那個 有可以寫國字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買給他 對啊 課長主管裡面也希望他們能看 不要一直依賴那個翻譯老師 因為我來好像沒事 然後我只要不來就會有事 家在新竹 丁蓉的先生每個禮拜 總是無怨無悔 陪著太太到桃園上課 兩個人的寶貝女兒 六歲的子晴也是學生 專心聽著媽媽老師講課 爸爸則負責記錄下這一切 作為丁蓉下一次在台前 檢討改進的參考 我覺得說他在家裡面跟在當老師 完全是不同的樣子 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專業 而且很溫柔 反正在家裡面比較嚴肅 比較一板一眼 反正我喜歡當他的學生 可以過得更快樂一點 比較溫柔 對 那也 他教學生的態度 如果能夠把他放到家裡面來 我想這個家會更舒服更溫柔 媽媽在家很行 在學校就很溫柔 所以當老師比較好嗎 老公和女兒的回答 讓浩強的丁蓉有些無奈 他是一個好學生 但是如果是說 因為爸爸就很疼他 對 爸爸很疼他 所以有時候 我們教小孩的方面 不是一致性的 我說NO 他就說沒關係 就這樣子 一 二 三 飛啊 唯一的掌上明珠 夫妻倆愛的方法不盡相同 一家三口常有些小爭執 不過可以確認的是 這一家人總是互相扶持 督促彼此成長 未來將邁出同樣的步伐 創造屬於他們的幸福 您會講越南話嗎 台灣近幾年來 跟越南的經濟往來 越來越緊密 或許我們也應該去嘗試 了解越南的語言文化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們再會